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服料有沙姜 原葱 香葱 调料有 豉油 生抽 首先你看沙姜这样食材我们在北方就见不到 对对对 像这种沙姜的话就是说 大家就是说它有一个其他的味道叫山代 就是一般的买干条或者是药店都会有 是 它有一种特殊的味儿 并没有那么浓烈的姜的味道 反而有一种挥发油的味道 对对对 特别清鲜 对 它是很独特的风味 专门点名了清远鸡 我给清远鸡做广告了 清远是广东的一个 实际它是广东地方的一种叫法 实际就是家养的那种走地鸡 也就是说不是我们在养鸡场里面养出来的那种 是相对比较自由的 这样的话您帮我锅里边加水 冷水对不对 对对 冷水 好了 这样的话就直接点火 来 这么大的一只锅里面搁到 可以没过这只整鸡的那么多的水 对 像这种鸡就是给平常的那种冷水下锅和热水下锅 它也是特别讲究的 一定是要开水 因为开水以后把它的皮紧着 所以这样的皮它就不会容易烂 这样的话另外一个把它的里边的水分和线度都锁在里边 我知道了 这是跟鸡的种类也有关系 因为鸡是跑地鸡 所以它并没有那种养殖的鸡的那些问题 对对 明白了 所以这锅要先烧开对不对 那我盖上盖子 我们吃青眼鸡的时候都会有鸡翅膀 和这个葱的话这样的话就直接打成结 因为待会我们要捞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用的是小香葱是吧 小香葱这样的话打结的话都是熬剪的时候好挑剪 这个方法挺好的 因为这个葱最终反正是要被拿出来的 对对 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在家里边做一过 像这种姜 因为我们要在店里边去酒店里边去做的话 我把姜片都穿起来 你炖完汤了以后直接就取出来 都是为了好摘出来 对对 沙姜的嘛 一定要加一点底味 对了 我刚刚想到沙姜的味道和姜倒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好相冲突或者是互相抵消的地方 对 那我们等到这一锅水开了就直接把鸡放进去 香辛料和鸡一块放进去 对 好了水的声音已经很响了 对 这一大关水已经煮熟了 对我们就是把葱姜放进去 鸡脚 所以我们把鸡脚卸掉以后正好一起就烫了就放进去了 放的时候就是一样 我们要就是什么呢 先滚烫一下皮 就是所有的皮都是很均匀的就给它烫着 这样的话它不容易 如果你直接就放下去 底下的皮都快烫熟了 上面的皮还没有烫着 是的 这样的话加一点 然后就连点底味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加这么多水 加两勺的盐就可以了 真的是一大波水 然后我们是不是还是盖上盖子呢 对这样的话盖上盖 盖上盖的话 我们就这样的话 这个鸡然后煮十分钟就可以 煮完十分钟以后 直接就是说把它静置 再静置上十五分钟 这个鸡就可以了 大火十分钟达到目的是断生 断生 然后用小火慢慢 就这种水的温度 然后直接关火切熟就行了 就是也可以叫养熟它 对 那就十分钟以后见 拜拜 OK 那这样在煮制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切一些小量 原葱其实也是北方比较少用的 少用的 一般的像这种葱的话 就是粤菜里边做一些生爵的菜 常用的一些 常用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把它切成粒就行了 就是待会儿沙姜和原葱 原葱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 其实就是白斩鸡了 对对对 就其他的味 提味的 对 所以应该切的比较细碎 对对对 直接就切成这种小的米粒就行了 就很少有人会在煮鸡肉或者是炖鸡的时候用高压锅对吗 高压锅实际它是一种快速成熟的一种方式 对啊 这个也可以 但是用高压锅会影响你说的那个鸡肉 应让它的口感 因为它会肉质会发柴 因为它这个是急速的高压 然后去把它成熟 所以说不建议大家用的 因为有的时候现在时间节奏快了 大家可能不愿意等这个时间 而相对来说这些菜还是真的是需要时间和功夫来去做菜 所以沙姜我们分了两部分用 一部分是在煮这个鸡的时候就让它把这个增加它的底味 所以我们内部就进去一些沙姜的味道 沙姜的用量 因为它是今天的主题是不是要多一点 相对来说会多一点 嗯 其实沙姜的味道可能会有些人还是吃不惯的 对 因为它的那个挥发油的味道很浓 所以今天我们在制作的时候 然后就会把它这个 然后也会给它避免掉 嗯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所以这样的话就基本上我们把这个料分钟切好了 现在呢我们就是等到十分钟大火 然后关火 让它再养上个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左右 彻底熟了 拿出来斩件 然后就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关火了 现在可以了吗 到十分钟了吗 好 开始养鸡 这鸡应该养成了 可以了 打开看看啊 嗯 我们怎么判断这个鸡肉是恰到好吃无成 相对来说 因为我们我们在餐厅里面的话 基本上用牙签上去扎一下 扎完以后 它只要不望外冒血水 基本上这个鸡算成熟了 嗯 但是可能是这个里边它不能保证骨头上去收的 那在于家庭来说 可能大家 嗯 老人小孩啊 都不愿意吃这种 那相对来说就是 闷的时间长一点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 你就试的时候就是在最后 就是肉最后的情况下 就是比如说鸡的大腿肉的那种 大腿肉 然后或者是鸡胸往去捉 只要不往外冒血水 这基本上这个鸡肉 方面呢 就是里边已经成熟了 就这个位置差不多 对 没有 什么动静都没有 对 所以说它这样的话是出那种油的 那这样的话就基本上这个鸡肉的话就相对来说就熟了 那我们现在是可以捞它出锅了 对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它捞出来 刚才你让我盛了一大管这个凉水来 对对对 为什么要把它盛到凉水里 这样的话就是说 第一个 然后我们要急速的过冷 让它的皮脆 实际上就是用冷水来拔它一下 让它那个脆的皮的质感出来 对对对 等它凉了一下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斩劲了 好 给它过冷盒 这叫过冷盒吧 对对 广东话 来我们要斩劲了 对 这样的话我们把鸡鲜 把水水给它控干净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专业的白斩机 是怎么入手来斩的 这样的话我们要在这个身上 给它擦一些油 像花生油 对色拉油或者是熟的这种花生油 这样的话它的皮肉看着特别亮 在这个斩劲之前 对对 再给它最后美化一下 对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先去斩 斩头 对 这样的话的话我们是从这边开 鸡胸这边开 对 因为它中间有一个中骨 所以相对来说就这样 就把它去掉就可以了 切开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中骨去开一点 这样的话就是说它中间有一根中骨 明白 给它做轴 对 先切它的侧面 相对来说就把这块就切开了 你看 切开再看这个火候就还是不错 对对 因为这个鸡肉并没有煮得过老 但是又不是说有那么多的血水在里面 对 可以看到这个鸡面是比较整的 整的话 然后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先把这块去掉 去斩 对 我们吃清远鸡的时候都会有鸡翅膀和这个东西 形状都比较整齐 这个再是 不会破损 对 这个再这样去 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切完了以后 起码大家吃的时候是非常清晰的知道 我再吃鸡翅 再吃哪一块肉 对 然后我们再冲天 中间这块肉 相对来说 这些不好的肉都给它 不要 然后中间像一些我们做的稍微细一点的话 骨头会去掉 这个肉也有一种切法 就是不能直刀切 要顺着它的丝去切 相对来说 我们要斜一下刀 你看它的肉质就显然比较细腻的 这样的话就会好嚼是吗 对 切口它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直刀切的话 口感不好 明白 你看到最后斩件的时候 这个斜刀切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对 我们再把鸡翅 翅翅翅还要破一破 对 也是斜着切吗 对 这里面因为还有一些小骨头 切的时候要小心 调味着鸡肉的时候 我有时候也会想 它怎么会鸡肉的感觉那么干爽呢 是 就是因为你们放置了一段时间 对 就把它放置一下 不是刚从汤水里捞出来就切 不会像我们现在的水擦擦的这种 现在这基本上就是鸡的形状是出来了 对 半只鸡在这了 我们现在再把它码到盘里 码到盘里 好 今天我们斩半只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状态 切好以后先先码开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码在这上面 大家别忘了 现在只是半只鸡 半只鸡 而且我们真正最后那个点睛之笔还没有出现呢 稍微的做一些点缀 虽然我们是在学习家庭中的烹饪 实际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种做 这个也不妨作为一个小小的美感的追求 放了以后还是不一样 吃饭是一种心情 能高兴一点 为什么不高兴一点 好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锅加热 加热完了以后就是用少许的揉 把这个沙姜和干葱煸香热锅 然后加一点凉油 少许的油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原葱和沙姜煸好 对 然后就把它爆香 所以刚才段宇师傅说这个鸡肉 我们给它碰上这个调料 你可以随意 前提是这只鸡非得是一只好鸡 是 所以这个现在是干葱和这种 这种沙姜的味道合在一起 是非常香的 是是是 要煸到什么程度 我看这个 煸到然后就是有点小焦黄 沙姜发黄了 对对对 这样的话 我们加入 那个是池油是吧 对 池油 这个是着亮加一点就行了 对对 有点底味就行了 这样的话 池油这一爆香 和香葱的这种香味融到一起 嗯 香酱加香 对可以关火了 这个蒸鱼池油和这个生抽的味儿下起以后 还有一个酱香的味道冒出来 对对对 好了 这回我们正式做完这道大菜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好 然后把它摆放到这个盘里面 是这样吧 是是 这样的话就是相当来说 放到这 我们回这 好 我们从段宇师傅这儿学到了一个很地道的广东大菜 幼稚鲜嫩 温补清新的沙姜清远鸡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它的做法吧 一 整鸡清理干净 香葱打结 姜切片 沙姜切片 锅中倒入水烧开 放入葱姜和沙姜 整只鸡放入开水锅中 将表皮烫紧 加少许料酒 盐调味后 盖盖煮至十分钟 关火静置十五分钟 二 静置好的鸡取出过凉 吸干表面水分后 在鸡肉表面抹少许油 然后斩键 整鸡切剑 首先将鸡头切下 从整鸡中间一分为二切开 去掉鸡翅和鸡腿后 把中间部位的杂质和骨头切下 顺刀切剑码盘即可 三 圆葱和沙姜切小粒 然后开始制作蘸酱 另起锅烧热 加少许油后 放入原葱粒和沙姜粒 煸炒出香 变色后 加少许尺油和生抽 炒至均匀 酱香浓郁的蘸酱就炒至好了 这是一道真正的大菜 我们再学个小菜好吧 好吃不懒做 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天天锦囊 今天教大家制作一道 家家户户 夏日必不可少的美味凉菜 拌凉粉 您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凉粉 黄瓜 芝麻酱 辣椒油 醋 做法很简单 一 凉粉洗净切方块 黄瓜切丝 蒜压成蒜蓉备用 二 碗中放两汤匙芝麻酱 放上蒜蓉 加少许盐 醋 卸开 三 凉粉麻好后 铺上黄瓜丝 淋上芝麻酱 拌匀 即可食用 经典中国香 地道十三香 有网手艺十三香 独家冠名播出的 天天饮食经典菜谱 现在就送 点击官网 微信微博 三个方式下载 一天一道 得意菜